罢免宋浩宇的事情 还要请谢总以老股东的身份 多出一份力了 这个您放心 已经有过半的股东了 之后你将取而代之 替我们成为 茂林新的唯一决策人 我对这个位置不感兴趣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谢总 您还是不要过问太多了 无力不起早 再聪明 也不能把人当傻子吧 你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要搞垮宋教 你放心 我今天去过爷儿了 老爷子那边情况比较稳定 不用担心 表决会的事 我也一直在跟进 浩姐 这段时间 辛苦你了 跟我还客气呢 浩宇 咱们肯定可以订过去 谢谢 爷爷 他怎么样了 说是 说是 情况暂时稳定下来 没有生命危险 思勒 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跟晴天有关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针对我们 晴天 我正好要给福利院的朋友们买点礼物 我可以多挑一点吗 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刚认识晴天的时候 他就提到过福利院 但现在看来 他很有可能很早之前就认识我姐姐了 你是小说 你姐姐之前在福利院就认识情谊 我不确定 所以 必须得去一趟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 你也是最近太累了 走吧 这就是姐姐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这就是姐姐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看我们都放飞了好久 你们干吗的 大爷 我们想来这儿了解一些情况 了解啥 我们有个亲人在这里长大 没法打听 这早就搬迁了 就连新子那边的员工啊 都换了好几批 那您有认识 曾经在这里工作的老员工吗 老员工 对 我想想 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还打扰您 没有关系 都是隔壁邻居介绍来的 有什么事情啊 你们尽管问 谢谢 那方老师 您在福利院工作的时候 认不认识一个叫齐思田的女孩 齐思田 是五岁的时候被领养的 十岁时 又被送了回来 之后又被接回去了 齐思田 我记得这个小女孩 太好了 那方老师您记不记得 当时我姐姐在福利院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啊 特别要好的朋友 方老师您看看 您认识她吗 她叫秦天 名字没有印象 但是看着很眼熟 你的伤怎么弄的 小时候顽皮 烫伤的 对了 她的左手臂上有一个 小时候烫伤留下的疤痕 在这个位置 大概这么长 烫伤 对 张老师 我等 小池 小池 你在想什么 老师刚刚说的 你听见了吗 别带我 疼 别害怕 你敬母她 她已经被警察叔叔抓走了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 别担心 和她说是因为 爱我才那样的 不是吗 我 以后 你就和这里的小朋友 还有老师一起生活 好吗 小池来福利院前 被诊断患有轻微的 偏执性精神障碍 我们也尝试沟通 但效果不佳 我还没有 听说她妈妈不要她了 她身上那么多伤 肯定是不够乖 我没有 我乖了 就是不乖 你们在干吗 你没事吧 我等一下帮你弄干 你们为什么欺负她 她妈妈把她送了回来 肯定是不乖 还不是让人说 你凭什么这么说她 你知道她现在心里 有多难受吗 现在想来 她从认识思田后 就把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拒绝被收养 也从不与其他孩子来往 齐天 五千零三 一千零四 一千零一周 齐思田被送回福利院的那一周 总是一个人偷偷溜到天台上 小池也总跟过去 后来呀 你姐姐不是被接回去了吗 小池离开福利院以后 也就出国了 现在这两孩子 过得还好吧 挺好的 福利院哪 都是苦孩子 能过得幸福就好 小池 你为什么叔叔每天叔叔 一周大概有六十万秒 减去睡觉时间 工作时间 和照顾妹妹的时间 他们还有五万秒可以反悔 反悔什么 抛弃我 你 你这是怎么弄的 妈妈弄的 为什么 因为爸爸不回家 妈妈说我受伤了 爸爸就可以回来照顾我 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那不是爱 家人会这样互相拥抱 那 姐姐 你可以成为我的家人吗 你以后我叫我思恬姐就可以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河莱芙 你这个名字不好听 要不我给你取个新名字吧 这么说 秦天作者一切都是为了报 可是 就算爷爷真的拆散了你哥和我姐 那也不至于让秦天做出那么多伤害 你们家的事啊 怎么不至于啊 如果你出了意外 我也会这么做的 我明天回去 当面找他我问清楚 四伯 你说秦天接近你 是不是因为你是齐思田的妹妹 为什么 因为 可能秦天把对齐思田的思念 寄托在你身上了 想什么呢 怎么可能啊 而且就算他有这样的想法 我也绝对不可能有好吗 毕竟我们还是夫妻 我有原则的 还是 我们的事以后再说吧